超导体展现物理学中的麦斯纳效应 当温度低于临界温度时 超导体从内部排出磁场 成为零磁场状态 又有研究人员宣称 他们发现能源圣碑 三位韩国科学家在论文未定稿 版本网站R14 刊登一篇可能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论文 声称制作出是温常压超导体 果真如此 即可实现革命性的能量零耗损 该研究团队两篇相关论文 或独立科学期刊AR14刊登 其一的题目为第一个室温 长压超导体 指称他们已改良过的铅 铭灰石 LK99结构 成功合成出既能够在室温下 也能在长压下运作的超导体 即低于摄氏127度 化氏261度 机身全球首例 以借由麦斯纳效应等 证明其超导性 该效应只当一个磁场用于超导体 一小股电流在其表面形成并抵消 使磁场被超导体拒齿 另一篇论文则阐述LK99的若干特性 例如在室温及大气压力 皆低于临界温度下 出现麦斯纳效应 磁力线无法穿透超导体 由于该实验所需的条件并不难达成 接下来渴望有许多研究人员和科学家 对前述发现予以反复检验 这种超导体在实用上包含大幅延长电池寿命 制造更快速的数位电子产品 使个人电脑的性能更佳 解决能源有限 无需害来冷却的磁阵造影机器 以及促进磁浮列车和核融合技术的研发等领域 显然能产生效率极高的输电线路 具难以置信的用处 这三位韩籍学者为量子能源研究所的理性 苏菲利及金星 Jihong Ping 科学家 还有高丽大学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 Kukist 的全性 Yang Wan Kwan 科学家 有学者认为 前述研究成果若为真 有望成为年度诺贝尔奖相关奖项的大热门 真是靠不留意 O 晨能够 1 氟爆去 产生效率 Yang Wan Kwan 科学院 1 氧连研究所 4106 7 19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